OK 打完牌了 看看今天老虎机运气如何 这边找了一个小金儿 他的miner还不错 跟其他比都好一些 然后有一些人呢 一个老大爷在这玩了半天 15到21块钱8毛5走了 开始很多游戏没中 抽出奖励啊 他住的比较小 6毛钱一住 那我们就尝试一下20加20 看看能不能有什么收获嘞 走起 亲爱的各位观众 由于油管的预算机制 我们的视频可能无法第一时间 出现在您的视频观看列表之中 为确保您能第一时间收到最新视频 还请各位点击订阅旁的小铃铛图标 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观看到我们的视频了 6个 7个 8个 9个 10个 11 12 12 13 14 15 16 16 17 18 19 20 好嘞 正细开始了 1个 2个 3个 3个 遇到teaser了怎么办 走人了 OK OK来到了三代车 我们好久没玩这个游戏了 这边有人输到5块就冒1走了 那怎么办 20加20 看看 看看我们的运气如何 今天运气质不太好诶 看看在这个迹象能不能给我们一些改变 1个 1个 2个 3个 4个 5个 6个 7个 8个 9个 10个 10个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好嘞 正细开始了 1个 2个 3个 4个 5个 6个 7个 8个 9个 10个 1个 10个 11个 12个 13个 14个 15个 16个 14个 十七个 十八个 十九个 二十 好嘞 急急紧就走人 机会留给有缘人了 OK all aboard 这边有人玩两块五一柱 输到两块钱走了 两块五一柱呢怎么说 还算是大柱 我们直接两块五一柱输完了 我们直接四十转捡一捡好了 差一点哦 这个差不多 好嘞 走起 直接中奖了各位 怎么说 两块五十这个机器倒数第二大的柱啊 所以我们直接采用了四十转浮动了 刚刚这边怎么说 OK 这个应该厉害了吧 我去 搞笑 这要是马就厉害了 他来逗我 哦 我们是中奖了吗 all aboard 有六个赚吗 哎呦我去我都没看到 all aboard 我们中奖了可以哦 OK all aboard OK all aboard okay all aboard 哦 该精神了 天零零地零零 倒太公 您快显零了 哎呀 没拿到啊 OK 也不错了 呃 两块钱住给我们了20多倍 也是差不多的 走人了 OK 来到了Luggery Line 这边是有人玩3块7毛5 输到了1块2毛4走人了 OK 那我们怎么办呢 3块7毛5给大家看一下 是倒数第二大的住 所以说呢我们直接40转浮动 OK OK 一分钱 直接走起咯 OK 拿到了一个特殊奖励 看看怎么说 他们是几倍的 最少是三个车厢哦 一个车厢7块5 OK 拿到了6倍的奖励 还可以哦 不到10倍 所以我们继续 一般10多倍的 20倍左右的 我们就走了 但是这个不算 2个时转回来 可以吗 放闹 哦,没办法,遇到teaser了,走人了 OK,刚才是刚试完这个遇到teaser了 我们在这边机械也看到有个人啊 3块7毛50到5毛9走了,那怎么办呢 直接,最大猪简楼,走起 哦,直接中奖了,各位 这个就是我跟大家说的策略安排是什么时候下子养猪 什么时候下大猪啊 如果对方下的是最起码最大猪或者倒数第二大的猪 输完了到情况下,我们就可以直接用大猪简 小猪呢,或者对前面机器情况不了解呢 就用小猪先热一下身 然后呢,大猪再去拨一个一小拨大的机会 但是我们就算中一个特殊奖励啊 我们也未必会赢个大奖 这个就是老虎机的这个现实情况啊 OK,赢的奖励很小 29块钱,多少钱啊 6倍哦,还可以继续 ー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里是一个技术要点 通过带用种多次的实验 老虎鸡在中了特殊奖励以后 如果奖励的倍数很低 是有机会再次补给你一个奖励的 但是这个理论更适合于中长线的老虎鸡策略 建议我们玩的是短线策略 只要中了一个特殊奖励 就可以下机了 这边是有人一块两毛笔柱输到猫一走人了 让我们看看直接二转能不能有什么收获 走起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八个 九个 十个 十一 十二 十三 遇到天子就走人 这一回留给有缘人 之前测试这两台都是遇到Tether 这边有一个一块两毛五的 然后一块两毛五的 然后一块两毛五的 一块两毛五一住 说到猫前走人了 这边我们也是直接二十转 看看能不能有什么收获 走起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哎 遇到Tether 遇到Tether就走人 机会留给有缘人 之前测试这两台都是遇到Tether 这边有一个一块两毛五的 然后是十块六毛五走的 没有数完 所以我们猜去二十加二十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六个 七个 八个 九个 十个 十个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OK 整体开始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八个 哎 怎么说 九个 九个 十个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OK 强制中奖了 怎么说 OK 二十转 撤离参攻 曾经成功激活了这个特殊奖励的强制中奖 走人了 先是测试了那三台机器 有两台机器呢是用到了遇到了Tether 另外一台机器中了强制中奖 这台机器呢有一个老爷爷 六块两毛五一柱输到十块多走了了 我们直接采用四十转 不动 呃 因为之前的那个老爷大概输了两三百块 让我们看看我们能不能有什么收获 哦 遇到Tether了 OK 走起 一个 两个 三个 哦 遇到Tether了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八个 九个 十个 十个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OK 继续回来 一个 直接二十小竹之后啊 我们大竹开始就强制中奖了 OK 外国看怎么说 第一股 win 一百八 OK 捡到了哟 呃 放了两百多 我们直接盈利一百五 走人啦 策略成功 这里有一个技术要点 那就是当我们采用长线浮动策略的时候 如果遇到Tether 我们可以先刷二十个小柱 然后再转到重柱进行游戏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希望对各位观众的老虎机寻常有帮助 之前有观众建议在视频的结尾 把当天老虎机寻常的树营情况总结一下 大远种听取观众的意见进行了改进 如果你有什么其他好的建议 欢迎在评论区告诉大远种哦 咱们下次见咯 点赞了吗 订阅了吗 快点 下次再来哦